接着我们开始谈谈新的蟬洋性能量 谈谈Iron 铁 铁的Oxydation number 很多 最稳定的是正2和正3 大家经常都看到 正1到正6其余的那些 我们少见一点 我们都不用理会这么多 当然颜色大家都很熟悉 FE2和FE3 绿色黄色或者中色 reaction 不太多 其中一个上次都说过 就是和dilute acid 做reaction 譬如dilute acid 做covid acid 就会出Iron 2 记得去到Iron 2 当然刚刚reaction 没问题 这里特意写In the absence of air 为何说多一句 因为原来空气会氧化 下面有写 这个就是说 如果你Iron 2的时候 就这样放在这里 例如一个这样的解析 你放一阵的时候 它开始慢慢给空气里面的氧气 Oxydicine 变Iron 3 这个 你看到 这个其实以前我们生兽 也有说过类似这样的情况 Oxydicine 由正2到正3 然后出回Hydroxyl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想 保持FE2症 不想放在这里 需要放一段时间 这样氧化 那你怎样处理呢 你盖上瓶盖也没用 因为瓶里面一定有空气 所以通常人们会怎样呢 这里有写 如果你真的开解析 举例 有一个酵盘 通常是FE2症 我们就 SO4 Iron 2 修肥 这个 融入水 通常融入水 就真的会继续做的 我们通常就融在 这些酵盘的瓶盘 这里就写了 酵盘 你保持酵盘 酵盘 酵盘 可以长时间保持FE2症 Nutral medium 那些就像这里 很容易 Oxidized 变成Iron 3 这些酵盘 记住 这个是 酵盘 酵盘 有时 你看到一些人融在酵盘 酵盘 酵盘 你都想着 原来他想保持FE2症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通常实验室 FE2症 这么不稳定 我们通常 如何储存 我们买回来的酵盘 就不会买这个 因为这个始终都是 Less Stable 我们通常买这个 这是Double Shorts 这里有写Double Shorts 怎样为之Double Shorts 这个方法看起来 好像很长 但是 如果你把它 好像我这样 拆开来看 Armorium Sulfate 加上 FESO4 两个 你看到是不是有两个 Armorium Ion NH4症 然后 用了一个Sulfate 这是FE2症 然后有一个Sulfate 然后有6个Water Crystallization 这个名字叫 Hexa Hydrate Ammonium Fulfate Sulfate Fulfate 这个字 就是 异症的意思 如果你看到 别人写Furric Furric 是三症的 如果这样 异症的 通常我们 放在 食物室的 Sulfate 用这个 来储存 我们用的时候 将这个 融入水 就有一个 Ion II solution 那么 Armorium Ion 没什么 所谓 通常 不会有其他 reaction 很稳定的 通常 你做的 V-Dox reaction 好像前面说的 都不关 所以 你照用它 没什么 就是所谓的 Ion II有些 这样的 除了它加 Dilute S 可以react 这个之外 我们上次看过 影片说 Ion 和 Coin Gas reaction 出过 这个 如果你在这些 气体的时候 斑Solid 斑Fim 这样 我们上次看过 影片 烧红了 Ion 或者 Steel Wu 和Coin react 出到这个 Ion 和Coin reaction 很多时候 都是这样 后面有些 其实 你看看这里 后面这些 是普通的 V-Dox reaction 你自己判断 都可以判断 不用特意记住 比如这样 与Dilute Li-Tri-A-S react Dilute Li-Tri-A-S 应该还记得 是Oxidizing agent 如果是Oxidizing agent Fe 问题就是Oxidize 去到多少 如果你刚才 想过 Oxidizing agent 都可以 Oxidize F-E2 变成 F-E3 你这个 Oxidizing agent Dilute Li-Tri-A-S 应该 怎样都强 空气里面 那些氧气 所以这里出来的 产品不是 三症 你可以这样判断 OK 出NO 就以前学过 如果你 Dilute 就出NO 如果你是 Concentrator 才出NO2 另外 这些 就没什么特别 这个Coin 和它做 做Reducing agent 意思就是 你放进去 Coin Oxidation number 减少 它就会做了 reduction 这个就是Reducing agent F-E3 这些东西 就喜欢做Oxidizing agent 看看这个对手 变回做异症 以前我们说 Chemical cell 也有用过 有两个Half cell 一个有Fe3 另一个有I-F 就是KI 你放进去 有一个 设定 Chemical cell 这些没什么特别 这个很普通 我们就看 最后 最后 有什么用途 尤其是在医学里面 有介绍几个 在我们之下 他考试 有时问一个例子 你就说给人听 Vadeoactive isotope 这些 有很多放射性同位数 就是释放辐射 辐射包括以前 Alpha particle Alpha particle Beta particle Gamma ray 这些应用很多 这里介绍两个 你不用知道太多 这个Cobo 60 CO60 这个用来做什么呢 这个是治疗肿瘤 或者一些癌症 这些东西可以释放 做Vadeoactive decay 去分放射的时候 主要是出个Gamma radiation 这些有高能量的辐射 用来杀死 癌细胞 这是其中一个用途 另外 Comium Comium有很多 的Isotope 起码有十几二十个 这些Isotope 其中有一个51 他就适合 用来做什么 研究血液 例如人体血液 举例 他很早期 你会看到 1950年代 人们已经懂得 用这个Comium 51 来尋找血体积 成年人的血体积 是多少呢 你没有理由放射血 去量 他就用这些 放射性物料 注射入身体里面 做一些追踪 稳的 它有些数学公式的 你自己可以去维基 按一下 都可以 不过我们 在法学方面 就不用搞那么多 我们知道 有这样的东西 就算了 这个 好了 这样 较到这里 整个 主要部分 DSE的课程 Paper 1 卷1 是这么多的 所以整份 Paper 1的卷 就已经可以 大家都可以 跟着来做 我们下次 讲的时候 已经是 另一部分 选择部分 就是 Paper 2 那边就包括了 Industrial Camp 和Analytical Camp 即是工业化学 和分析化学 我们下一条影片再讲 OK 就结束了